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我是凡小萱 我覺得焦焦 在我心裏的顏色 是彩色的 所以我覺得 就像我後面 的顏色一樣 它就像彩虹一樣 什麼顏色都有 很千變萬化 很歡樂 很豐富 很有希望 很多彩多姿 我覺得這 其實不只是像 焦焦的個性 我覺得 也像它的能力 好像沒有邊界一樣 所以我覺得 它 不管是 收到的 所有 所有類型的資訊 它就像一個 雷達一個天線 它一直在吸收 然後也像海綿一樣 不管新舊 不管 什麼類別 它全部在吸收 然後不管是 音樂 電影 藝術 設計 等等 我就覺得它整個人 好像一個資料庫一樣 所以當一個人 他能夠包容度 接收度這麼廣的時候 你想想看 他的心有多寬 他要去欣賞 他懂的跟他不懂的 音樂也好 或者其他的所有的東西 他要有一顆 好奇的心 去了解 一個作品 甚至 他還有那個心思 還有那個時間 要去更深入的 看到這個 創作者的背景 內心 還有他所想表達的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難得 在 我們身邊 在這一圈 有這樣子一個 好學的 一個 好朋友 所以 我會覺得 彩虹 最能夠形容他 而且他自己 從他出道以來 他涉略的部分 你說他主持 那當然不用講了 那他的文筆 也不用講了 他的反應 不用講了 他的審美 他的sense 然後 你說他能演 也能演 然後 他還能演男演女 演老演小 所以他這個太廣了 所以我覺得 當我知道 他要出片的時候 我心裡是非常非常 期待跟興奮的 為什麼呢 因為 我覺得他擁有太多 就像我之前講的 他吸收太多了 那麼 在一個人吸收這麼多的時候 而且是他喜愛的事物 那到他自己 全部到他自己裡面 他在 從他 發出的時候 他所想帶給 這個世界 或是 帶給人們 什麼樣的音樂 什麼樣的訊息 我覺得這個應該非常有趣 我覺得 什麼樣音樂類型 到 到是旁邊的事了 我覺得他的中心思想 想要 帶給大家什麼 這個我很好奇 而且我也很期待 在我 我自己的猜想 我覺得 一定是像我後面的彩虹一樣 非常的 快樂 是正能量的東西 而且 是自由的 就是因為 在這麼 這麼久以後 才實現自己的夢想 音樂一直是他 非常非常愛的一個 元素 那麼他會有這個想法 要去把它畫成行動 那肯定是 他已經沒有任何的 包袱或者是說 沒有任何的 障礙去讓他 可以完成這個夢想 那肯定 做起來是非常開心 愉悅 又 自在 輕鬆的 所以我 身為他的好朋友 我真的非常的期待 不知道到時候 他自己的專輯 他的樂評 會找誰來寫 哈哈 然後 我覺得 在 跟他在音樂上 一直都有一種 心心相惜的感覺 然後我也很謝謝他 從我一開始出道 我們就認識 然後他會介紹我 他覺得適合我 或者是 他覺得應該開拓我的 眼界也好 耳界也好的 音樂 或是電影 或者是 刊物 等等 或者是一些資訊 我覺得他都毫不保留的 會跟我分享 然後 他從來不會是 以一個音樂人的姿態 來跟我分享這些 其實很專業 很深入的音樂性的東西 然後 我覺得透過他也讓我認識更多 在這個世界上 不同類型的音樂人的作品 這一點我覺得 是很幸運 我很謝謝他 佼佼謝謝你 帶我聽了很多音樂 然後也謝謝你 如果你 這麼的支持唱片圈 音樂圈 你自己就可以當唱片行的老闆了 雖然現在唱片行已經不多了 可是你 我相信你家應該就是像一個 以後可以成為一個音樂博物館的地方 然後謝謝你對聲音的收集 不管他是卡帶 MD CD 或是數位 或是黑膠 任何形式 我謝謝你的收藏 然後在這邊要做你 發片 不要說成功 因為以前我們這種老派 然後都說 發片成功 什麼什麼等等 我覺得現在發片就是要開心 尤其 要做自己喜歡 想做的事情 祝你在這個過程中 都得到很多的樂趣 然後 得到你想要傳達的 然後也希望 大家去聽你的音樂的時候 也可以各自的得到一些東西 祝福你 傳達的 然後也希望 大家去聽你的音樂的時候 也可以各自的得到 一些東西 我 最怕就是看這種老朋友的影片 搶了七分鐘 小軒 沒辦法 從他十六歲 我們就認識到現在 你說他七分鐘也算短的 可是我們也忘了很多事情 有些東西就讓他過去了 有一段時間也因為某些元素 大家分派系也不太聯絡 這幾年又再有一些交流 很感謝科技的發達 什麼WeChat 之類的 但不要忘了 在那個時代 我們是沒有WeChat 沒有手機 如果我要 跟他聊音樂 我們就得打家用電話 或者是約出來 怎麼變熟的 我不記得了 但真的因為我比他出道早 所以確實從他十六歲出來 然後當時小魔女好厲害 好會唱喔 Bread falling in my heart 還有什麼 沉入越來越深的海底 或什麼 自言自語 是不是 人是透明的 Only love The best of my ESP 之類的 那首歌好好聽 太會唱了 小魔女又好可愛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變朋友 我有點忘記了 但是確實有過一些音樂的交流 因為我聽歌聽得很雜 當年就 以為他也是一個偶像 沒想到 你看看 喔 關他什麼音樂 什麼那個 小萱 哇 很奔放啊 當然還有很多很深情的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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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他也好多遍 更不要說健康歌了 左三圈右三圈 我想那應該是他的一個tone 但是是華語的經典 我本來以為他就是個偶像 後來 所以我在想那個時候 我應該因此給了他很多奇怪的音樂 想要交流一下 大家 教學相長開開眼界 但沒想到他後來自己做了很多很棒的音樂 嗯 他就是一個活在很自在的 很自由世界的人 跳脫唱片公司的束縛 替個平頭 或者是做一些獨立的音樂 成立音樂工作室 然後現在跟Alan Alan 那一批 還沒有開始賣 就先捐了一筆錢 你懂意思嗎 就是說 他預設要賣這麼多 所以捐了這麼多 但根本還沒開始賣 還沒有賣到這麼多 很棒 嗯 也不用謝謝我對音樂的收集 因為我就是這麼 這麼 根深蒂固的 尊重 喜愛 珍惜 所有的 嗯 我喜歡的音樂 甚至我就算不喜歡的 我都還是會收著啊 就是 一種癖好吧 嗯 嗯 好啦 我就不多說 他已經說那麼多了 謝謝你對我的稱讚 對我的了解很深 真的 有時候看這些影片蠻感動的 因為 未必我們可以見面聊天 連約個下午茶都挺難的 可是 透過這次的分享 除了讓你們更了解我之外 我也更了解我自己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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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